大家好 我是小林每天给大家最新鲜 火爆好玩的中国经济 华外消息 彻底凉了 中国的电影市场 真的是彻底凉了 最新数据出来了 这个国庆节的票房 那简直是惨不忍睹 集体压活 都出不了声了 与此同时 除了这个票房以外 这个房地产也是出大事了 这个恒大突然间又付赔了 今天这个惨淡的 不单只是消费 这个房地产现在我真的是怕 这个徐老板都进去了 他全家都 老婆跑了 逃亡 应该这么讲 孩子也进去了 现在谁在操盘恒大 怎么这个是 现在那就是最后的逃亡 现在谁指挥的恒大抚牌 恒大抚牌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跑 那看来这个后面真的是二三二四连大灾大烂 看来真的是要来了 还有最新的全国的房地产数据 同样是崩溃 那就是典型的崩溃 还有国际上 国际上现在它这些所谓的布局 还有这个也是这整条国际线大崩塌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讲 这方方面面都都搞不定 他现在我们先来看这个电影这一块 都说这个娱乐圈是三天定生死 指的就是这个电视剧 综艺还有电影也好 基本上三天你见成效了 这个没有 基本上没有说 这个还是很少的 因为前期都做了宣传 还有现在都是预定的 而且票房预定基本上都没上映 多多少少看出端里来了 哎呦 我就没想到这次这个电影票房这么差 郭敬杰一众大篇已经上映了 足足五天了 加上今天六天了 后面没有几天了 该看的都看了 我到了现在都没想到这个票房啊 给足了机会 竟然如此惨淡 我们再看看数据啊 这个网友也是纷纷建议 这种鬼片就别来了 这个我们看看啊 据猫眼啊 专业版数据 你看都都强烈的数据啊 截至今天 12时07分包含预售 已经都包含预售 你想今天是三号啊 这个假期到六号啊 按理来讲 按理来讲到六号 该预售的都预售完了 所以今天这个票房 基本上就是整个国庆的票房 就整个叫叫做大陆的公众假期的这个票房 啊 里面 15个页 15个页是啥概念啊 那这个啊 等一下再说啊 里面啊 你看这都是烂片啊 其中这个坚如磐石啊 就也不知道说什么 还拒至愿军呢 大家都在吐槽 又搞什么这种主旋律都没人看 什么志愿军一听这个名字就提不起兴趣 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改个名字 改的叫志愿军 所以现在这制作方还有审批方跟市场想要的 可以讲是南云北州离地啊 你改个名叫志愿军谁看啊 这么low 就就现在搞出来这这群玩意真的是没谁了 还有啊 排第二竟然还能排第二 前任四 啊 一年早婚啊 叫做哎呀 我这前任这么辣 这么狗血这么烂的一个题材竟然能排到四 而且现在已经排到这整个票房的第二 我们就看到现在中国这个票房是有多枯竭 哎呀 你给点题材像样的 有点心意或有点意识好啊 你这大陆也是够狗血的一个拍前任 你能拍到四这种玩意放到全世界压根就没人看 这就是中国现在大陆电影烂成渣了 全世界见过渣没见过这么渣 看看人家日本 人家这才叫做精神文化消费 还说资本主义物欲横流 对比一下我都不说人家欧美那简直 大师辈出 就是日本 我不说别的 从古到今你看看 从九十样啊 我说音乐市场 我说说音乐 我听音乐比较多 九十样 你简直放到全世界 那简直人类精神的溃宝啊 九十样这种到到今天那个新时代新出来的很多乐队 很多啊比如叫米金 玄师啊 这种都是比较新的啊 还有什么有啊 说比啊 这个这这都现在什么爱豆了吗 这这些都都很流行 就从古到今它一直都有新的东西出来 这才叫人类精神文明 而且中国这些就是人类是 我都不知道叫什么 这都过大陆 哎呀 傻泡料 这照照镜子好不好 我都尴尬了 真的是都前任设这种东西 我听到这个名字 我尴尬 什么玩意 难怪没人看 那为什么会这么尴尬 拍出什么什么抗日神剧 手势鬼神 那就是审批的问题嘛 这就是中国 我说当然很多 其实以前老一辈的导演 冯小刚啊 都都在批评 什么玩意嘛 这这些就就没办法 他排了篇啊 但是确实要不是他这样排的 没人看 就几个亿 你看第一盘建筑盘是五个亿 然后四个亿三个亿 你可见也没有明显的区别 也就是 你就这样啊 不排外篇啊 这到了到了这个假期 尽量要国产片上 你看外篇一步来 整个电影市场基本上就大崩溃 那他他又想就让让大家去看看国产片 但就不让外篇 然后都把电影市场就制作方啊 可是他现在是放映方这个影院市场也被搞死了 因为不让上这这国庆必须上国际国产片 不让外篇 但是国产片全烂篇 还有什么功夫王啊 猛虎上山这种没有百万 你想想没有百万 我也是追了 现在一个票的几十块一百块 也就全中国捞了十几年 就捞出来个一万一两万人来看这个电影 这惨淡想得到 也就这些电影全中国十几年才捞出来一两万人来看这个电影 几个亿其实都很少 几个亿大家想了想吧 几个亿也就有有些确实这个怕怕拍拖没地方去啊 对对现在你看我也不知道是没钱的还是怎么样 你看全中国几个亿除以他的全中国一千万左右 五个亿的话就我就算他五十块钱一张票 也就一千万全中国十几年就捞出来一千万来看电影 我觉得这太扯了 实在太差了 在横向对比啊 15个亿是啥概念 2022年全国在封城的时候的国庆电影票房 那就是15个亿 所以现在才凭了2022年的数目 而2022年是中国电影票房 2014年以来就几乎是城以来最差的电影票房 2022年今年竟然跟去年差不多 我们要知道多多少少这个荧幕数比14年的时候要多很多啊 因为毕竟体量还是大了嘛 所以这当时荧幕屏幕数没有那么多 所以可以讲还是真的是非常差 而22年当时已经是同比21年是减少65% 这是大暴跌的 当时是21年的时候是43个亿 22年是最差 今年也差不多了 看这个样子 那后面几天 因为它的增量是很少的 我今年其实假期本来都比较长了 去年是7天 今年这个凑在一起 今年凑凑的8天 而且7号8号的话 这个多多少少有的人还休息 所以哎呦 真真的擅长 这个数字非常糟糕 有的网友表示啊 这个 消费真的是不行了啊 网友爆料 因为昨天有的网友已经回城了 回城拍出来啊 就拍出来就说哎呀 堵车了 都为了堵 堵车了 就是恶号拍的 他说10月2号回城已经堵车 为你们才玩了几天 意思就是什么意思 哎呀 说真的我那个亲戚 我那些亲戚朋友 以前最早的时候啊 去去 出国游 说好歹去去香港啊 广州广东去香港很近啊 好歹去 就有条件去去日韩啊 这个泰国最起码是吧 最起码这个港澳啊 或者是出省游 什么去去湖南啊 什么什么各种明山大山的走走 啊 这都最基本啊 最近一两年 我发现我那些亲戚啊 老在走亲戚 逢大家期走亲戚 你知道是个啥概念 也就是他们真没消费力了 假期也没活干 就走亲戚 为什么这两年 要连胃特别重是吧 我都在走亲戚 是吧 从春节也走亲戚 国庆也走亲戚 我醉了 国庆不是用来走亲戚的好吧 但是现在都在走亲戚 都在回乡 这是什么 这是没消费力 就凑着假期只能是回乡 就就是当做旅游了 或者说就是互相走一走 朋友喝口茶 家里面泡个茶 了不起 但这其实是整个消费 完全坍塌的一种表现 对吧 不是年为越来越重了 这玩意 现在是国庆节 现在不是用来 不是用来走亲戚的 你说你什么清明 什么春节你走亲戚 国庆节是让大家出去玩的 结果玩也没玩几天 所以这个消费真的是坍塌的 够呛 还有什么 什么就出来什么CT war 对吧 这这这种 就把什么特种兵就不说了 这其实最一两年消费 极度衰竭降级的一种表现 那你说六七号就只能是睡觉 这就是能干嘛 这大不了吃个麦当劳 哈哈哈 了不起了 简单据点餐 回头说说恒大这个事情 恒大今天就紧急公布复牌了 复牌了 这个10月2号恒大 说没有其他消息了 申请10月3号复牌 最鬼屌的就是恒大还有恒大物业 复牌的时候啊 恒大物业还提了一嘴 说公司经营状况正常 他都不正常 很正常 董事长都被抓了很正常 是吧 然后这个恒大汽车竟然是不敢复牌 那证明里面 恒大汽车其实是恒大集团现在寄予厚望 希望拿来干嘛 来了融资 但其实这个融资我觉得是也也没没戏啊 因为中国这个电动汽车政府补贴也到头了 所以在这里面很矛盾 大家可以看出来中国这些金银模式 比如这个恒大 他想用汽车来挽救房地产 但恰恰这个汽车啊 他也是个烧钱的东西 而他又得用这个本来已经是漏风的房地产 来到套县来养这个电动汽车 希望养大这个电动汽车 又在变现 或者说在套 政府的补贴来到再养回 所以两个都是窟窿 这许家印最麻烦的地方 他想到一个新的方 他他这个方向当然是跟随中央做的 但这两个东西都没有实际的基础 所以最后他只会两个都报 现在之前就说什么中东富豪来了 他被捕我们拔出来的是个天津的蚊蚓 这个不敢复牌了 汽车这一块 因为如果再跌就够呛 所以他他汽车变成了不敢复牌 现在我们就看出来了 这个恒大复牌 纯粹就是最后的资金在夺荒 几毛钱 但他尽量还在这制造这种波动 但谁在跑 现在就不会许家 因为许家印都抓进去了 现在还在操盘恒大的就是就是党中央 那党中央就就你看 用最后的手段来到套现 这些股份都是国家的了 现在那国家国家这个就想办法把它卖掉 然后卖几毛钱的 有的人在里面投机 有人投机就对了 那么把它卖掉几毛钱都卖 可能还在操盘 操来操去 最后就看能砸多少在韭菜柔里面 所以彻底不要脸 从恒大用户牌的这个问题上 看出来是压根不讲规矩 纯粹就土匪 这玩意能复牌 把股票卖掉 那就让他复牌 没有任何规矩 然后恒大汽车看他样子不行 先别复牌 就这样 你说按规矩来 要不你就全复牌 所以现在没有规矩是纯粹就是撕破脸 脸都不要了 中国共产党能套现套现 其实很难看吃相难看 在在看房地产数据 房地产数据我们也是密切跟进的 中原地产研究院统计数据显示 9月份北京二手房住宅网签 14261套 北京这方面 北京是全国最好了 已经是环比增长30%才30% 是远远低于预期 西要知道 那就是出九牛二苦之列 有网友统计的 2023年9月17号 9月份以来发布的各种 房地产刺激政策高达100次 累计看8月份 全国房地产政策 单月超过120次 所以就两个月200多次 两个月发布了200多次的 刺激政策 还没算今年年初的 所以 一个月100多次刺激政策 开玩笑 结果出来干嘛 出来这个 北京是这样 然后本来预计是有2万 然后现在只有1.5万 预计10月份 因为没有更多的刺激政策出来 可能回归到1万 10月份还要大幅下跌 那构枪 全国的情况是9月份 百城二手房 平均价格环比下跌 0.4%还在跌 9月份都还在跌 也就除了一线城市真有点 油水 这榨出了一点点油 30%很低 因为 之前8月份是处于历史最低 然后30%其实很少 基数仍然相当低 这已经是北京了 而且北京也是刚开头 其实月尾已经一直在下降 到10月份可能更差 30%搞不了多少 挂牌价都是几倍几倍的上 全国 9月份 百城的二手房住宅价格 还有成交继续下降 几乎是全部城市的百城 99个城市都在下跌 也就是几乎都在下跌 而成交方面 金酒已过 有一个是房企 百强房企的成交额 9月份同比下降10% 比去年还在下降 百强房企 9月份单月销售额同比下降24% 还在下降 环比增长24.8% 也是一点点 也是一点点 所以看出来这个政策出台力度相当大的 效果非常不明显 这是已经是很可怕 想想都怕 虽然我们天天做节目 已经是聊了 这个有点当断子聊 但是事实上一样 这个广州政府也破产了 这个北京也不行了 上海也说不行了 那各种消费 其实 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政府 像像今天这样 各地方的什么公务员工资也不发了 不出大事的 不搞的是该某 搞的是三崩地裂 搞的是内部动乱 是没有没有过 准会出大事都没有出现过 所以回头看现在那些什么中国俄罗斯 还有还有朝鲜这些玩意 别看他们今天闹得坏 他们是穷途末路 要不是里面肯定出大状况 才会像今天那么弄 其中说说国际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就是朝鲜 跟日本的足球 在亚运会上面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就是说这个朝鲜的很不要脸 在上面 问日本队要了一瓶矿泉水 我觉得特有意思 这个设想 朝鲜队连矿泉水都没有 他跑过去问 日本队要了一瓶矿泉水 然后举起手想 里面他 我不知道他接受的是一种怎样的教育 可能他觉得外面的人都要害他 被害妄想症 还是怎么怎么回事 他看到那里有水喝的人 人家派个水 他连个矿泉水都没有 朝鲜是不是比以前更穷了 更落后 朝鲜确实在退化 以前朝鲜的足球还行 从这次他打的路子 他看到你里面各种违规各种犯规 最后都跟裁判干起来了 有的人说这个黑哨 在中国日本对朝鲜 要黑哨也是黑日本 哪里有黑朝鲜的 到底首先 伟大的好兄弟 在中国主藏 要黑也是黑日本 所以老虎 简直像猴子一样的 看朝鲜队完全退化 里面都洗脑洗完整 洗脑洗完整的 中国人再过几年 要是没有突破的话 就搞不好 以后就 中国大部分人就 就跟现在这朝鲜差不多 像猴子一样的 看那样子都不对劲 搞得这么难看 而且球季 无论是球季 还有球风 可以讲 现在朝鲜 比以前是退化的多 以前好歹 还能踢 那可见这金正恩 在管理底下 其实朝鲜的综合国力 还有都是退化 其实是退化 虽然他这个信息很封闭 还有在原子能这个问题上 竟然只有中国一个投反对票 只有中国一个 可见多孤立嘛 其他都不耳意思 连俄罗斯投的都是弃权票 中国一比一百三十 哇塞 中国不是很行吗 不是很能收买吗 现在看来中国收买不动了呗 这回头看 他为什么吊吊门拉的这么高 他就希望有人响应他 结果就像小丑一样 就跳啊跳 我说像猴子 现在中国大陆 现在中国大陆跟朝鲜就像猴子 跳来跳去 他为什么把调门拉这么高 在这个这个和处理水的问题上 那现在看来他是没钱收买 中国真行真有钱收买什么什么哥们 他就不用这样跳 说真的 那看来他没钱 他或者说他他这个问题上 他他没办法在这个问题上 投入太多的金费 反观乌克兰啊 我们最后说说乌克兰 乌克兰没有像中国所说的那么弱 乌克兰最新的中央银行当天宣布 从10月3号开始取消 格里夫纳对就乌克兰的货币 对美元的汇率管制 就固定汇率制 但是乌克兰中央银行发布声明中 乌克兰央行2022年7月底就打仗嘛 打仗之后就实施了汇率管制 乌克兰的格里夫纳 就是36.5686对1美元 10月3号开始就就开始重新自由浮动 但是但是单单乌克兰的央行会监测 会不会有大的波动啊 但从这个决定我们看 其实乌克兰央行说啊 现在乌克兰的外汇储备是足够 然后存款也是稳步增加 所以国内经济 是恢复了 乌克兰都恢复了 我怀疑乌克兰经济的恢复都比中国好 这真不是开玩笑 乌克兰那个上阵子有那个企业注册数据 是很好啊 今年是大幅度增长的 除了前线以外 其实乌克兰广泛的地区已经完全恢复 尤其是西部 所以这都是很明显 很现代的国际形势跟中国共产党宣传的 并不是一回事 完全不是一回事 那先说这么多 所以今天就这么个情况 那先说到这里 确实不错的 打开小链铛 拜拜